爱的类型 思考题二 四种爱 有两种爱,一切良善和真实从其而生 还有两种爱,一切邪恶与虚假从其而出 作为一切良善与真实之源头的两种爱 是对主之爱和对灵舍之爱 作为一切邪恶与虚假之源头的两种爱 是对自己的爱和对这个世界的爱 这一字《金耶路撒冷》及其属天教义五十九节 核心理念 关于这四种不同的爱,使维登堡有相当多的论述 总而言之,对主之爱正如其名 即对一切神圣事物的爱 对灵舍之爱是对他人的爱 无论他们住在哪里 愿意把他们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之上 对自己之爱并非指积极意义上的自尊 相反,它是在消极的意义上 把我们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 对世界之爱,也是说它的负面意义 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比如金钱,权力,物质,名声等等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正是这后两种爱 让我们陷入困境 反思 你能想到自己生活中 这四种不同类型之爱的例子吗? 它们各自如何影响你的行为方式? 你如何看待他人分别展现出的这四种爱? 对于它们展现出的不同类型的行为 你是如何反应的? ağı面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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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